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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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學習的疾病就是 系統性紅白狼瘡 系統性紅白狼瘡 它是一種自身臨性疾病 它可以臨集多種系統 那麼從頭到腳 從外到內 都可以出現色違 那麼它在矩形中 是以抗核抗體為代表的 多種自身抗體 那麼這個病 它的發病率 大概是在千分之0.7到千分之1 那麼我們下面做具體來學習一下 那麼首先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病因素 首先它的病因素 首先遺傳因素 在零條上面 我們經常會看到 有些它的媽媽是幾列阻病 那麼它的女兒也出現了這一列阻病 那麼這就是零傳因的關係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部分患者的親屬中 狼瘡的發病率是成高的 那麼我們也觀察到 在這個雙胞胎 單的雙胞胎 和異的雙胞胎裡面 它的發病率是一樣的 那麼 那麼在單的雙胞胎的這個患者中 那麼它的這個另外一個 胸利或者是體內 那麼它的發病率 遠遠高於異的雙胞胎 發病率會成高 那麼同時呢 患者的體內 會取得一些異感基因 那麼有HLA 就是人類白細胞抗原 那麼二類基因和三類基因 它們可以出現這些基因的 這個一位基因的頻率 可以出現異常 或者說是出現這種缺失 並且呢 這一類等位基因 它可以與自身抗體的種類 或者是症狀有關係 那麼比如說 DR2或者是DR3 那麼這些它可能就會 抗SSA抗SSD抗體有關係 那麼抗SSA SSD這些抗體呢 它又可以與乾燥中文針相關係 那麼就是一個基因和抗體相關 那麼抗體呢 又和相關的一些 臨床症狀在相關 那麼DR4呢 它是一個商業系的網路性基因 那麼DR4 如果這個基因存在的話 那麼它可以減少狼瘡 與狼瘡腎肺炎的 這個發病的這個異痕性 那麼第二個原因就是環境因素 那麼剛剛我們提到了 避光紫外線 那麼它可以使 皮膚的上去細胞凋亡 從來暴露自身抗聯 那麼從來進行能誘發自身原理性 自身原理反應 那麼同時還有藥物啊 微生物電源體 那麼都可以作為相關的一個原因 那麼第三個原因就是磁激素 那麼為什麼磁激素 它也可以做一個定義呢 因為磁激素它可以影響到這個 患者體內的細胞免疫 從而可以使地細胞產生大量抗體 除了暴露 那麼這一點也可以看出 為什麼磁性更容易 這個發病的磁性要高一些 男和女的磁性大概是PG9 狼磁 既然是一種自身原理性的體質 那麼它體內就體內存在於抗體 那麼這些抗體呢 它是以IgG型為主 與自身抗聯有很高的心合力 那麼它 這些抗體呢 它可以針對抗聯的成分 那麼分布在一地方 它可以是細胞環裡面 也可以是細胞的一些成分 那麼也可以是細胞類其他的一些成分 就比如說磁子的這些 那麼這些抗體呢 它可以直接的和 譬如同細胞接觸 接合或者和細胞感結合 那麼從而破壞同細胞和虛小感 那麼針對磁子的成分的話 那麼它可以是產生抗磁子抗體 那麼抗磁子抗體呢 那麼它可以產生血栓 那麼需要來減少等等這些損害 那麼產生的抗體 那麼抗體和抗聯相結合 那麼它們就形成了免疫複合物 那麼免疫複合物 如果在相關的組織成績的話 那麼它就可以引起相關的組織的損害 那麼同時 淋巴細胞的或者是NK細胞的 功能的失調 那麼它們也可以引起 B淋巴細胞產生物體 從而產生持續的免疫反應 那麼破壞肌體之身 下面我們來學習一下它的病理 那麼系統性鴻蠻狼瘡的主要病例產片 是免疫症反應和血管異常 那麼它每一個血管主要是中小血管 那麼免疫複合物可以沾激在血管 同樣抗體也可以直接清洗這個血管病 那麼產生相關的免疫症和壞死 從而呢 血管可以出現這個狹窄 那麼激發性的組織缺血 產生相關的功能障礙 那麼系統性鴻蠻狼瘡 有特質性的病理變化 那麼首先就是一個舒服質小體 細胞核受抗體的作用 變性為四川性的團塊 那麼第二個點 一樣的改變就是洋蔥品樣的應變 那麼它則是在小豐麥的周圍 有顯著的象形性的纖維增生 明顯表現於這個平中央共脈 後面有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還可以出現一個心臟泛股的醉生物 我們叫Digman-Sex-Navonin 那麼它是因為心內的結栗組織 反覆地出現纖維蛋白氧變性 那麼從而形成了醉生物 那麼在這種醉生物的基礎上面 它還可以同時定發感染 出現感染性性的病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就是剛才說的樹木子小體 那麼它就是細胞核在抗體的作用下 變成了四川性的團塊 那麼下面的話 這一個就是這個皮 這是一個動脈 那麼周圍呢 它就是一個顯著的一個象形的一個性文化 洋蔥皮樣改編 那麼關於狼瘡症 狼瘡基本上百分百個患者都可以出現 腎上的受益 或中或輕 那麼它有一個B-A型 那麼A型 那麼A型就是激膜 清溫定液的狼瘡症瘡 那麼在光景下它是正常的 免疫螢光可見激膜區 免疫複合物成績 那麼它主要是在免疫螢下面 有問題 那麼二型呢 就是激膜增生器的狼瘡症瘡症瘡 那麼激膜細胞增生 扮演激膜區的免疫複合物的成績 那麼三型 是一個瘡症性的狼瘡症瘡症瘡症瘡 溫到瘡症瘡症 就是瘡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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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於等於90%的生命感球呈球性的硬化 那麼狼胖 它有臨床表現 當然它的臨床表現呢 首先我們看看它的血液律了 是這麼大熱 它可以建於90%的患者 那麼患者可能起命 它就會開始發燒 然後就開始出現起來 然後再開始進行下的病房 關節腫痛啊 或者皮疹啊 所以這個發燒是一個廊床最常見的原因 所以這也是在發熱原因代查中的話 我們必須得要緊接著一個病因 那麼發熱原因代查案裡面 那麼發熱的原因有感染 和腫瘤有自身臨床疾病 那麼其中這個自身臨床疾病 流行起來的發熱 就佔到了接近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麼同時患者可以實現發熱 然後乏力 同時呢 體重幾輕 因為它有一種慢性的自身臨床在裡面 自身消耗 那麼關節肌肉方面 它可以患者出現關節疼痛 那麼大家要注意 它是一個乾親自性的關節炎 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取得過來練冰式關節炎 那麼練褪式關節炎 最後可以出現關節的迴旋 關節面可以出現親自樣的改變 關節腺器可以出現狹窄 最後甚至強直 那麼我們的系統電鋒狼窗的話 那麼這個患者它怎麼會出現狹窄的主動 但是當你當這個患者得到恰當的治療的時候 那麼它的關節主動是可以完全關節的 那麼偶有關節面移 那麼我們稱之為傑克的關節 那麼這個什麼叫傑克的關節呢 那就是關節周圍的肌腱受損 那麼但是受損了之後 那麼它的這個 當你去這個關節去運動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是可以發現它有一個 非機型性的關節範圖 那麼當還原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維持正常的關節功能 那麼我們去拍這個線篇的話 它的關節往往都是好的 主要是因為它只是它的關節周圍的肌腱 那麼它還可以出現肌腱疼 那麼它還可以出現肌腱疼 感助的患者可以出現肌炎 比如說我們在臨床上可以觀察到肌腱 肌腱部份可以疼痛 那麼還可以出現腫脹 那麼肌腱會升高 肌腎肌腱會升高 那種皮膚黏膜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點心的皮膚就是別形紅斑 剛剛講過來 別形紅斑就是分佈在雙甲骨的片上的紅斑 那麼往往它的邊界比較清楚 那麼同時它的頂上也有皮膚 那麼這時候連接起來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的點心的皮膚進去 那麼盤照紅斑 什麼叫盤照紅斑 盤照紅斑也是氣筒性黃狼狼的特質性的皮膚 那麼它是在一個隆起的皮膚上面 在皮膚上面有一個隆起的皮疹 那麼皮疹上面背部有銀血 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叫盤照紅斑 還有網狀青斑 網狀青斑 網狀青斑 它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以類似於一個網狀的一個 嗯 一個像體 網狀分布的一個 一個銀斑 那麼這時候跟它的局部的血液循環的障礙有關係 後面有可詞篇 顯示給大家看 那麼雷落現象 那麼大家這個 在銀斑上面 這對中式病態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特性的真相 那麼主要就是換你的手 遇到冷的時候 放到冷水裡 冬天放到冷水裡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手 首先是變蒼白 然後再是在墊子之後 保染之後就可以變成墊紅 這種現象 就是這裏有一個弱現象 那麼光明板 就是患者它的皮膚 受到太陽照在之後 那麼可以出現平整 那麼這種平整 往往不是幾個小時可以消失的 往往持續好幾天 同樣 患者會出現狗青斑 還可以出現脫髮 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個 接結性紅斑可以出現 那麼這一個就是網 這種清斑 那麼它主要是這個患者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它的這個皮膚啊 像網一樣的 這樣 那麼主要是跟局部的 平衡局部的 這個隨行團 不好 有關係 那麼這個是左軸肥斑 在指甲的周圍有肥斑 那麼這種出現 往往可以修往 也有關係 那麼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疊型紅斑 大家可以看到 雙甲 還有提到上面 那麼 黏成一片 這樣其實是一個疊型紅斑 那麼這個也是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手掌 指腹有紅斑 那麼手掌有閃在的紅斑 這一個是 扁電狀的紅斑 都可以去往內有關係 那麼最後一個 這一個就是這個 彈狀的紅斑 那麼這個是一個 紅色的 熔起狀的披折 那麼上面 背部有一些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盤狀的紅斑 那麼 狼瘡可以免治到 重要的脹氣 那麼正常 我們稱之為 狼瘡癡 狼瘡癡癡癡 幾乎所有患者的症狀症 都會有病癡癡 那麼 臨床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表現 可以分為 極性腎炎 極性腎炎 邁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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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病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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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新包機業變多的時候 感到他的胸痛會緩解 這時候因為他的障層和壁層不會再摩擦 所以他這時候不會感到墊落 那麼極少以後的患者會出現大量的新包機業 我們都是新包點在 患者是可以出現低血壓 進行慢用章 進行真相 當然如果都是狼瘡引起來的大量的新包機業 那麼這種他往往對技術的效果非常好 我們之間碰到一批切硬碗 那麼他來的時候就喘息非常明顯 那麽請不要用章 或許他也不好 那麼這種病人應該來說的話 應該是可以進行避免的 讓新包穿刺 然後幫他來抽取新包機業 但是呢這個病人當天晚上我們就給這個病人 那麼系統用完狼瘡 我們必須得要掌握 除了掌握他的瘤床的症狀 那麼我們必須掌握實驗室檢查 那麼一般檢查裡面徐山輝 剛才大家知道他可以出現 三聚的血腥瘡精神 藥廠歸零 因為患者病室檢查 然後雙病聖炎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氮氮氧血量和短情藥 那麼這個病患者的血腥常常是真快的 那麼最重要的檢查就是抗和抗體 什麼是抗和抗體 那麼這是我們一個原來的一個概念就是 是針對抗細胞和抗原 是針對細胞和抗原成分產生的抗體 和總稱我們稱之為抗和抗體 當然隨著對這個抗和抗體的進一步的理解 我們這個概念也延伸 那麼不僅也是針對細胞和抗原成分 那麼針對細胞降原成分 所以我們也稱之為抗和抗體 抗和抗體 那麼它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中的塞口血量 塞口血量 那麼原來我們還去找藍州細胞 那麼藍州細胞可以存在於 患者的毒水電源 所以我們可以用選擇 但是呢 因為這種 目前因為抗和抗體 它抗原成分產生的能力已經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今早就在落體上 然後到細胞了 但是我們要記住抗和抗體呢 它對SME 抗原成分產生的特性 沒有特性 因為在正常 尤其是腦力呢 我們可以發現了 抗原成分產生的特性 我們可以發現了 一定的 抗原成分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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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正常 低低度呢 低低度癢性的抗原成分產生 那麼它這時候 它的低度往往比較低 並且呢 在有些邁進 抗原成分產生的 患者生大 你會發現 可以出現癢性 所以它這時候 也有什麼匯性 那麼 我們對抗原抗體 進行 相關的一些免疫情 我們免疫方面的一些檢查 我們可以將它分為幾ter 抗雙面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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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它會具備特性 它是一個特性抗體 它的低度高低 和細瘋性腰瘡窗 並行動方的 增光 流行動 對抗雙面定位 進行增量 它的低度越高 或增量amen 越高 因為這時候 患者進行的急性活動 通過製叻後 換了這個動向 那麼 抗雙鏈低微甚至可以轉移 抗雙鏈低微 抗體陽性的患者 它會病發 陽瘦症明 那麼 還有一類我們稱之為 抗可提取物和燙人抗體 那麼它包括以下幾類 抗史密斯抗體 那麼 抗史密斯抗體我們稱之為 微性抗體 也就是說 這個患者 它通過治療之後 這個抗體 它不會轉移 那麼可以幫助我們微微性的診斷 這個患者 那麼 抗RNP抗體 抗RNP抗體 就是抗核蛋白抗體 那麼抗SSA抗體 抗SSD抗體 那麼這兩個抗體 是和乾燥瘦症的一些症狀 沒有關係 因為患者容易出現 口乾可以癌症狀 同時呢 這一類乳性患者 如果這個抗體是陽性的 抗SSD抗體 陽性的話 那麼它的胎兒容易出現 心腸兒 心腸性性 心腸傳導組織 抗RNP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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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類患者 如果抗RNP抗體 陽性的話 那麼這類患者容易出現 神經精神病患病症狀 抗Q-1抗體 和SL-70抗體 那麼往往呢 這類抗體它就屬於PGN 那麼SL-70呢 進行系統性化病 還有抗RNP抗體 抗新RNP抗體 眉毒血清實驗 假營性 然後說抗RN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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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體 那麼我們作為抗RNP抗體 它包括幾倍 那麼包括抗新RNP抗體 然後說抗RNP抗體 那麼眉毒血清實驗 假營性是什麼意思 因為眉骨的細胞膀上也存在凝脂性的體質 所以這時候和人體存在一個交叉 所以我們去檢查這個患者 眉骨類相關檢查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整個患者 眉骨抗理是陽性的 因為如果狼狀的患者體質 存在抗凝脂抗理的時候 這時候就存在一個交叉 我們叫做煤濃血清液的假瘍器 並不是這個患者患癌的東西 而是因為它存在的一些神經病存在的交叉成分 能夠影響到一個假瘍器 如果患者體會存在抗磷子抗體 那麼它就會出現抗磷子中和症 抗磷子中和症 患者可以出現習慣性的流产 動靜脈可以出現血栓 所以它同時併當需要有流产 那麼往往有些患者 它的流產呢 可以出現在三個月之後 那麼這一類的患者 也往往需要檢視 它是否存在抗磷子上 抗磷子中和症 正常人也可以出現良性 還可以出現一些抗磷子細胞 抗磷子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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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家剛才看到了 磷子細胞的決定值下降 就是因為抗磷子細胞的抗磷子 扣壞了磷子細胞 這樣才有受數 retained 它可以直接破壞需要 抗磷子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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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 即楞是抗磷子滑磷子 抗磷子 它是用免疫营光法去检测在皮肤的表皮和真皮层 交界处适当中的运力营光 也就是运力和蛋白的成绩 同时我们可以进行胜活检 对狼筐肾炎进行病理指导 这个胜活检对于狼筐肾炎的自然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病理的类型 它这个治疗的反应 以及如何去选择药物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类检查 头部的食肌对于狼筐肾炎 目前我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高分量的食肌 因为往往被狼筐肾炎的狼筐肾炎 它不能造进化患者是否存在被狼筐肾炎 所以我们现在多半是高分量的食肌 来对换者进行相当的一些筛产 那么同时还可以进行心脏潮水 能够相当的检查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整个标准 目前我们能够沿用的是1997年 以免得通知面语学会 那么制定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呢 有十一条 大家必须给掌握 第一个首先 是一个夹部红斑 它是一个固定性的红斑 可以点平或者直高起 在两群突出部位出现夹部红斑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变形红斑 那么还有一个盘状红斑 就是线状高起皮皮肤的红斑 那么富有脚质脱瘸 或者是毛氧酸 光不敏 对月光有明显的反应 可以引起皮疹 那么这时候往往我们是 通过患者的认识 可以追踪出来 光不敏 口腔会扬 那么这种口腔会扬 那么这种口腔会扬 往往是无动性的口腔会扬 那么往往都是数天之后才能好 关节炎 大家看看 它是要求有非心思性的关节炎 累积两个或更多的外界关节炎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可持有非心思性的关节炎 如果说患者有关节的变形 那么这时候你是不能把它拉扭到整棱掉地面了 那么这时候你必须得要高度紧急症 患者是否同学和病炎 被同时关节炎 那么它也可以出现僵魔炎 大家可以看看 僵魔炎里面 它是出现的 它是 它的定义是什么 胸魔炎或者是青包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 土墙街 为什么管达它们有一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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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说是胸魔炎 心猫炎 还是不是很像 你看见 我觉得这个人见也可能还是 虎猫炎还是可以 对不对 为什么不行 对 配性 对 因为心猫和胸魔炎 往往是受影响的因素 并不是很多 但是 辅三之夜的话 那么这时候 多种因素可以引起来 如果说这个病人 它有异弹的血症 它就可以出现 很像心灵 如果说它有心摔 那么它也可以出现 如果说有肝硬化 它也可以出现很像心灵 那么引起它们有一个态 所以它的陪力性就比较差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变得到零 因为它的权硬的重力 那么肾脏病变 那么我们要求是 尿酸的病量 二十四小时尿酸的病量 是大于五百导克 人有五克 或者是管型 那么包括无细胞管型 是纹干白管型 颗粒 或者是纹干白管型 那么神经病变 它也可以看到 它定义是 颠线发作 或者是精神病 但是我们要求除外 药或者是 代替瘟乱 因为有时候患者可能会 尿酸的病毒 或者说是 用了某些药 它可能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 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 排除这些相当的问题 那么血液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怎么定义 贫血 人人就是一个贫血人 一定的要求 一定的要求是 母血性贫血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只做贫血 同样的贫血 没有特例性 患者乳食不好 或者说是 有其他的消化性的疾病 或者是有消耗的疾病 那么这时候 它都可以使用贫血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得到 母血性贫血的症状 你才能把它作为一个症状标准 因为这个症状标准的医血 那么还有白西瓜减少 或者是 淋巴西瓜的绝对级减少 一定是绝对级减少 那么百分比例减少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你不能把它列入一个症状标准 或者是需要来减少 需要来减少 那么在你的医学异常里面 那么它可以出现 抗双面疾病人阳性 或者是抗乳食抗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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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抗乳食抗乳性 包括抗性的抗乳 然后抗乳 或者是持续六个月以上的 每一度血清血的症状标准 这具备请问一下 就会认为是抗乳食抗乳性 那么还有一个抗和抗体 抗和抗体在任何时候 或者是会用药物性抗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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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抗� 那麼這時候我們可以在免疫螢光顯示鏡下面可以看到 核心的免疫螢光 預測的免疫螢光 我們再讓它吸食320倍 或者再吸食1000倍 吸食3200倍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都說還能夠看到這個免疫螢光 就說明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幻動所謂的低度 濃度或者說是這個抗抗瘀的濃度很高 所以 跌度越高 幻動的跌度是1.3200 就說明它體內的抗抗瘀的濃度是非常高的 那麼這時候就是一個氧氣 那麼往往這個不同的實驗室它定義感性的程度不一樣 有些實驗室可能1.100是氧氣的 有些實驗室可能1.320是氧氣的 因為這時候就根據實驗室 沒有關係 那麼這個分類標準的敏感性和配性 定義是2095和2085 所以呢 敏感性說明是很高的 但是特性才能看一看 只達到了85% 所以呢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臨床上面診斷 你竟然複合了11條中的試條 我們就會考慮它是吸毒病毒療症 這時候我們還有可能會感出 因為它的特性並不是100% 而是85% 所以這時候對於臨床症狀不典型的 或者說是缺少免疫學證據的自己的患者 我們也要盡量甚至優勝 因為有很多的疫情 那麼這時候 往往我們需要排除感染 腫瘤 或者是其他劫力的病 等等 我們才能進行 對這個患者進行指標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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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